众所周知,苹果公司是世界上手机以及科技业的巨头企业。 近日,人民日报却发表一句这样的评论,苹果公司长期以来享受中国的廉价劳动力,以及强大的供应链,苹果必须将它在中国的利润分享给中国公民。 大家都知道,就在上周,苹果公司的市值已经突破了万亿,使得苹果公司为第一个突破万亿的科技公司。 在苹果最新的一份财报中显示,苹果公司在中国地区的收入为95.5亿美元。 人民日报文章还引用了一组入剧称,在苹果公司供应链中,来自中国的企业,只获得了iPhone机型整机利润的1.8%, 也就是说,一台iPhone的利润有100元的话,中国企业只获得了其中的1.8元。 对于一台iPhone的利润,网络上是种说分云,但是聚业内人使得,一台iPhone8的利润,最少得有50%以上。 按照iPhone8低配来算,目前一台价格是4,699元,利润对半的话也就是2,349.5元。 1.8%的利润,也就是42.291元,这就是中国供应商得到的利润。 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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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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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